我跟你講 星海針霸那時候 那時候你要學習對不對 你沒有什麼 沒有直播 沒有VOD這種東西 你要RP也很珍貴 幾乎不會有RP這種東西 所以 你要怎麼學 看大陸的戰報 看台灣的戰報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最早是看了一個叫做KBN的 叫孔明 KBN 大陸人寫的戰報 星海針霸1 我就從那個地方開始進步了 我星海針霸1 一開始是打 一開始打電腦打很久打不贏 後來我上天梯打 隔一天我就打贏電腦 打一個禮拜我就可以一打三了 所以 上天梯練習其實是一個很快的方式 後來 我星海針霸1 後來有遇到一點瓶頸 就是我一直打一打 但是 呃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強不強 因為星海針霸1 沒有天梯嘛 後來我那時候就逛到了一個大陸的網站 那時候我們上網還是用波結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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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波結 我把我的視訊弄大一點 我旁邊那個他是做台灣網站 星海網站最大的 什麼replay什麼都從外面來 然後後來我那時候 國二後來就是 我就要決定要考高中 我要認真念書後來我星海就不玩了 後來結果我們 我跟他後來我在考前大概 一個禮拜吧我有回去開 星海上去 看一眼但是我沒有玩 然後那時候就遇到伊朗平 因為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後來他就跟我說 要不要練習 他原本很廢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要不要練習 我就說等我考完考完高中 對然後他也是 他說他也要考高中要直考 要學基本學醫測驗 後來我就說好那我們就考完以後再來 再來打後來結果我們就 考完試喔 考完試以後對我們就來我們就我們就那個 我們就 網路上後來又遇到我就跟他練習 打打打打打打打後來結果後來就是放榜 後來發現 哇操 他上劍中我也上劍中 然後後來我們就喔好啊那我們到時候學校約一約 那個什麼那是什麼新生報到的時候 我說那我們學校約一約我們 見個面嘛聊個天這樣子 結果回到學校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一屆有33個班 後來我就從一班開始找 123456789 10123456 奇怪沒有這個名字啊 他告訴他本名嘛我就查以後沒有這個人 後來我就從33班就找回去 333231314 29282727找 幹 找不到欸 他媽他跟我同班欸太神啦 結果他跟我同班欸 他跟我一樣都是17班喔 超神的 後來我就直接到班上說欸 就是我就查那個名字 後來發現就是他 我們就這樣認識 然後後來那時候 那時候後來就是這一個照片就是 我們那時候去打一個星海二比賽 你們知道小剛嗎 崇仙小剛 我跟你講崇仙小剛也有去參加那場比賽 他們那一隊是第二名 我還記得他們的隊名叫溜冰隊 超神的 他們叫溜冰隊 我們那時候叫什麼隊啊 忘記了 反正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是冠軍 然後我也在那一場比賽 我那時候比完後 我就看到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路人 他在打星海一 他他他他他手超快的 我看目測那時候是要250以上 我覺得 哇好厲害喔 好想跟他打喔 然後後來我就去跟他認識一下 我在後面看他一陣場 然後後來就跟他認識 互加好友回去跟他打 結果我把他6比0 覺得自己蠻厲害的那時候 好 來看下一張好了 來 所以那時候那時候就是 打星海一的2打2比賽 但是那個只是一個小比賽 沒有什麼很強的人參加 就只是一個小比賽 第一名好像也沒有獎金還獎品 好像有獎品吧 但有沒有獎金我忘記 反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比賽 這張比較清晰了吧 太大了吧 搞什麼 重設大小 來 這是高中照片 來 你們對比一下鼻子是不是很像 來 你們對比一下鼻子是不是很像 來 來 這鼻子 鼻子是不是很像 嘴巴咽很像 啊 那我嘴剛剛就是 你都沒有獎金還獎金還獎 是不是很像 這就我齁 土雞的春天 然後 然後星海一 有沒有要重置 應該是有機會齁 戰報都怎麼寫齁 那時候的星海戰報就是 譬如說 一場旅Play下來 對不對 他就截圖 然後把那個文 那個照片貼上去 然後用打字的說 這個地方啊 坦克就是要這邊 這邊往這邊架 然後這時候 某某選手他把他的VF飛起來 往對方家飛 對這時候可以偵察到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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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於是他做出了什麼什麼什麼 這就是那時候戰報的 戰報的寫法 怪獸對打 對打擊這啥 數碼寶貝怪獸對打擊 我小時候沒有錢 玩不起那種遊戲 珍奶喝太多怎樣 差不多吧 這人一定超嘴炮是怎樣 什麼東西 唉呀我跟你講 畢業照一定會Photoshop的嘛 只是他改了什麼 不知道嘛 但大致上我就長這樣子 他只是把它調亮一點 五官什麼是沒有動的嘛 對不對 唉呀 畢業照一定會用Photoshop 把它弄亮的齁 一定會的齁 但是那個瘦度 胖度 那個絕對是沒有動的 我就是這麼瘦 那個時候我才60公斤而已 好啦 61啦 抱歉61 61公斤 87%像有13%肥咯 靠腰 我有參加過建宗舞會啊 當然有啊 幹建宗舞會 就是一個 肉體碰撞的 這什麼啊 就是一個 吃肉 去吃旁邊的那個餐會的肉 壯來壯去的 現在喔 剩下80 剩下70 很久沒量了耶 剩下大概74 74左右吧 我估計大概74左右吧 要不要看大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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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參加 我參加那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舞會根本就沒有幹嘛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在那邊 扭一扭運動一下 扭一扭運動一下 來來來來 看一下我們的 大學時代 大學時代有沒有 沒有修過了 這張沒有修過了 大學時代 制服日有沒有 你們大學會不會參加什麼制服日 制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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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地利果喔 我只有玩一下下 我私地利果沒有很強 我私地利果沒有很強 你考高中 你國中英文很強 我國中英文很強 你國中英文很強 你國中英文很強 你高中就上得了啦 你國中英文很強 是可以 能夠上 能夠上建宗的那個 英文是可以 要需要多強喔 不用多強啊 我國中 考高中英文還滿分耶 這個是 這個是大學的時候 大學 煩人 是怎樣 輝哥會不會想去教書 唉呀 我不適合啊 沒有沒有 你認識最左邊的嗎 欸 等一下 Alan你認識最左邊的 正假的Alan哥你一定是建宗的喔 還是你怎麼會認識左邊的 欸等一下等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Alan哥會認識最左邊的 最左邊的那個唱歌還滿猛的 最左邊那個唱歌還滿猛的 這是高中制服日 其實我高中照片好像也只有三張而已 其他要找啦 其他要找 我看一下要好什麼 你國中同學 欸 我靠 Alan跟我同年喔 真的假的 你國中同學喔 好猛喔 真的耶 世界好小 媽的隨便放一張照片 居然是你國中同學 哇 嚇死寶寶了 我們再放另外一張 這張也是 同一個時期拍的 有沒有 比較亮一點 比較亮一點 中間 像王大陸是這樣 只有Alan是中間那個 不是阿 Alan不是中間那個 靠腰 所以Alan也是台北人嘛 因為那個我記得他是台北人 學生時代的照片全放出來 你知道你大學室友是你國小同學嗎 胡 藥 插 是胡藥插嗎 欸 所以Alan你是高雄人喔 欸 是叫胡藥插嗎 不對好像不是胡藥插欸 胡 姓胡的 我想一下喔 我記得 我左邊那個 姓 陳 我正前方那個 姓 胡 我左邊 左前方那個 不姓胡 我左前方那個 是空的 胡 我知道你說誰啦 我知道是什麼胡 我知道誰 我知道誰 那為什麼他是你高 大學那個 一個國小同學啊 那個人他好像是高雄人欸 那個人他好像是高雄人欸 威哥高中的吃檳榜 你靠北啊 我靠 Alan跟我很有緣欸 我 我那時候 我跟你講 那個 中正的宿舍 算是蠻好的喔 中正大學宿舍算蠻好的 他的空間大概有 十五坪吧 一間四個人住大概有十五坪吧 然後他的大小是這樣 我形容給你們聽 單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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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四個單人床之間 嘖 這時候我們就要拿Ringwall來 來 來解釋一下我們那個 那個 宿舍長什麼樣子 來來來來來 我胖的是怎樣 我們就是要拿Ringwall來解釋一下 我們那個 中正宿舍長什麼樣子 中正的宿舍不錯 等一下 為什麼打不開啊 要讀多久 尤其是邊間更大 欸 Jessephine也是中正喔 因為很多大學的宿舍 聽說都是那種空間不大 然後但是還要睡六個人這樣 可是 可是中正的宿舍 中正的宿舍 中正宿舍是 呃 四個人住一間大概十四十五坪吧 然後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廁所 浴 衛浴 等一下我 我要用Ringwall來畫給你們看 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 但是我之後一年級 一年級 在學校住 我後來就去 我二年級開始就搬到外面了 我二年級之後就是搬到 中正外面的 就是嘉義那邊住 外面住 外面住很便宜喔 那民雄那邊住 租金大概只要 好 我跟你講好一點的套房 四千五 已經很貴了你知道嗎 在那邊四千五的套房已經很貴了 欸我的Ringwall怎麼沒有長出來 等一下喔 我把我的Ringwall長出來給你們看 往上移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那個宿舍是長這樣子 呃 我看一下喔 我們先放四張單人床上去 中正宿舍大概就是長 這樣 大概是這種感覺吧 呃 欸他為什麼不能轉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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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感謝阿吉 HOST 感謝阿吉 阿吉應該是要睡覺了 等一下 為什麼不能轉變 欸 為什麼他不能轉變啊 欸 Bug喔 我不是上QE嗎 喔有了 就取消一下 對 四千五真的是 在那邊算是很不錯的地方 我後來就去住四千五 他大概是長這個樣子吧 這樣嗎 然後 有書桌 書桌 這邊有書桌這種東西嗎 有長桌 有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吧 這要往下一點 畫出一個中正宿舍出來 太神拉 他的頭 我記得頭是這樣子 對 頭是這樣才對 你看 太神拉 然後這邊是衣櫥 然後這邊是衣櫥 衣櫥好像什麼來代替啊 這邊是衣櫥 然後 然後這邊 這邊有一間廁所 這也是廁所 然後這邊是門 我跟你講喔 他媽還有陽台喔 這裡還有陽台喔 太神拉 這邊還有陽台 這就是中正宿舍啦 長這個樣子 四張床 四台電腦桌 對不對 中間走道又寬 沒有到那麼寬 這個床 這個床的大小大概 快要跟這個桌子一樣大 你們就想像這個桌子 大概到這麼大吧 一個床 一個床大概是這樣 對 然後這邊有廁所 然後這邊還有衣� 衣櫥 一間就這樣子 舒適 舒適 然後剛剛那個Alan說的那個 我那時候是睡這個位置 我睡這裡 然後這邊是一個陳姓 陳姓 陳姓同學 然後那個胡 胡 胡X彥就是住這 他就睡這裡 他就睡這裡 而且我們那時候一上進去之後 這一個人 他 沒有來學校 他後來上了中正 他放棄他重考 所以說我們這個空間是空的 所以我們三個人住這一間 哇 他媽超爽 三個人住這一間 三個人住這一間 啊 不過後來我就去住 大二的時候就去住外面 因為你大二的時候 你還要住宿舍要抽錢 我就沒有去抽 好 我再放一張好了 我還有一張照片 還有一張大學的照片 YA 比個YA 有沒有 其實有痘痘的啊 大學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頭髮比較多 可以理這種 刺刺頭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幾歲 20 那時候我大1 所以是我19歲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19歲那時候 學校流行刺刺頭 這是我18 18歲快19歲的時候 制服日吧 制服日大概是 開學過一個月左右 所以是我 18 18 5個 18.5歲的時候 18歲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18歲的時候 那時候 尋找人的流行刺刺頭 齁 頭髮一定要把它剪 他媽的刺刺的 厲害吧 刺刺頭 眉毛怎麼了 眉毛就沒有修啊 這是幾年前啊 18歲 12年前喔 這是我12年前的照片 真的世界很小 Alan 沒想到你國小同學 跟我國中同學 都有關係啊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們聊天室裡面 中正的同胞好像蠻多的齁 話說上次環島啊 在嘉義的時候 還有遇到那個 就是真的嘉義的觀眾 嘉義的粉絲 揮哥你前幾天生日 可以給你祝福嘛 好吧 紐約收書籠 祝你 三百六十天後 生日快樂 左邊那個 髮線看起來好危險 靠腰 好啦 差不多了 講古時間就到這裡 講古時間就到這裡 還是我們要繼續講古 你們還想要聽講古嗎 還好嗎 對 我覺得那個人 是嗎 是嗎 好嗎 谢谢大家